好 現在呢讓我們來看到的時候 上週剛發布了Apple iPhone 15的新機發表會 那同時呢也推出了iOS17的正式版 那裡面呢洋洋洒洋的有16項的新功能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那其中呢特別值得提到的時候 裡面呢有一個待機模式 就是我們左下角看到的這個待機模式 欸待機模式是什麼 就是當你充電的時候 可以將iPhone給橫向放置 用全螢幕看的新看法 那它還有呢Siri的回復也是一目了然 另外呢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功能 就是日誌 那這個日誌功能是什麼 它就是用全新的App可以來記錄以及回顧 而且除了你之外呢 沒有任何人可以動這個日誌哦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特別 然後好 再另外一個看到的呢 是它的地圖 現在呢就是你只要把它的地圖 先把它給下載下來 那到時候你如果使用離線模式的時候 你一樣呢 如果你關注網路 一樣是可以查詢路線的哦 哦 這麼方便啊 沒錯 所以就像我們這種 欸方向感不太好的人 如果手機電量也不足的時候 這個功能就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呢還有網友有發現哦 iPhone呢有非常經典的一個功能 就是Hey Siri 然後它就會AI跳出來說 欸需要什麼幫忙嗎 不過呢這個功能呢也即將結束了 那改為呢以後你直接說Siri 那這個AI語音功能就會上線為你服務囉 哦 我就不用講Hey Siri 對對對 你就說Siri它就會感應偵測到了 感覺還不錯耶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其實有很多人 已經在更新iOS時期了 而且3C達人Tim哥 他也搶新更新的這個版本 他今天一早就發文宣布 已經更新完畢了 目前是安全的 但是這貼文引發了熱議 之後國粉更新後卻是哀好了 表示更新之後目前感覺是非常的耗電 甚至還有10R的用戶更新完直戶手機是可以煎蛋了 國粉哀嚎13更新後耗電發燙手感 12的用戶也說更新完怎麼感覺更耗電了 10R更新完耗電手機可以煎蛋了 Tim哥在留言處建議 剛更新完給他一小時 然後你再重新開機 試看看 而也有用戶爆出別種的災情 包括更新後連不上CarPlay 資料庫音樂不見 鎖定桌布的上方變模糊 截圖的照片無法後置上傳 Messenger 閃退等等 還有人表示 iPhone 12 Pro Max更新完 Line通知聲跟預設的不一樣 更新後的通知聲超級難聽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改回來 而建議現在更新嗎 還是等等 Tim哥認為可以先觀察一天看看 不用著急更新 iPhone的魅力真的非常的大 而且甚至連舊機如果你變賣的話都可以獲得不錯的價錢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做任何事之前一定要先想好計畫 怎麼說 因為新北市有一名17歲的黃姓少年 他想要變賣自己的iPhone 13 那他得知台中的通訊行如果變賣的話 可以比北部高一千塊錢 所以他就特地搭乘的區間車 往南下到台中 結果沒有想到變賣之後呢 發現這個通訊行跟他說 要先進過鑑定之後才可以給他現金 結果變成讓他身上完全沒有任何現金 只好向警方求助才能回家 據了解該名黃姓少年家住在新北永和 因為想要變賣舊款的iPhone 13 得知北部的通訊行收購價大約為4000元 台中有業者開出5000元收購 黃姓少年想要賺取1000元的價差 昨日便從新北坐著區間車南下到台中談資 不料業者告知手機需要先檢測才能夠收購 無法立即提供貨款 讓原本想拿著現金搭車回家的黃姓少年 陷入沒錢的窘境 黃姓少年發現悠悠卡的餘額也不足了 無法搭車回家 嘗試多種方式都沒有結果 只好按著頭皮跟圓景求助 而對此呢 大雅警分局的頭加索 圓景被擒被擒時 看見了黃姓少年走進派出所 得知情況後協助申請穿姿救助 並且親自送少年到火車站 而且也怕少年設施衛生遭遇危險 告知做事情要有計劃貼心叮嚀 好不只是坐車要注意安全 我們自己開車的時候更是要小心注意 新北市平林區呢 北宜公路上有一部改裝的BMW 他在過彎的時候 曾就是因為不明的原因忽然失控 直接衝向了對象的車道 車頭幾乎全毀 索性駕駛只有擦措傷而已 送醫治療之後並無大礙 17日上午7點 35歲的高姓男子 駕駛白色BMW改裝車 行駛在北宜公路 從宜蘭往台北的方向 經過平林區50.7公里處 勾完時不明原因突然失控打滑 車子直接衝向對象車道後 撞上路旁的護欄 以及電信桿後停下 車桶嚴重渾水 警方貨爆到場 索性高難只有手腳擦措傷 嘴唇破裂 經過救護人員 將他送往萬方醫院救治後 並無大礙 經過酒測止為零 整個過程 也被後方的行車記錄器 給拍了下來 在網路上瘋傳 詳細事故原因 仍有待警方調查釐清 開車騎車真的都要很小心 那大陸重機界的正妹網紅投歌 日前在四川的重慶 移出隧道內發生了車禍 不幸當場允命 而知情人士就稱 他出事的最主要原因是撞上的隧道中的入園 因車速過快反應不及 而之後男友也悲痛發文 證實死序 據荔枝新聞報導 重慶警方證實 確有事故發生 駕駛人已經不幸離世 但並未透露身份 行車記錄已顯示 九月十五號下午 這名騎士在快車道超車駛路隧道 隨後反倒在地 據網友稱這名騎士為一名叫頭哥的網紅 去年剛拿到駕照 目擊者在網上公開一段 頭哥臨死前驚險螢幕 影片中頭哥駕駛重機 在進入隧道前加速超過目擊者開的小車 頭哥的速度堪比火車 造成的聲響非常大 而事故發生後 頭哥的男友隨後在社群平台證實 頭哥在前往重慶車聚的途中 在一處隧道發生意外 當場死亡